你遇到事情可以伤害别人吗 我没有这么想 也没有伤害任何人 你伤害到我了 晓晓 你怎么来了 你知道啊 小多医生跟高医生联系不到你 但我来找你 我猜你可能会在这 你都知道了 事情很严重吗 那你在这干嘛呢 为什么不将调查图解释清楚 为什么不去说服病人家属 为什么不去找证据证明你是清白的 为什么不去反驳那些骂你的人 告诉他们是错的 我现在干这些还有什么意义 那你觉得做什么有意义 站在这儿有意义对吗 现在跟我走解决问题 我想一个人尽一尽 顾问你混蛋吧你 你是不是觉得全世界 引引中心在转啊 你遇到天大的事情 你可以躲起来 其他人呢 你让我们为你担心 为你着急 你躲在这儿想倾斜是吗 想要自在是吗 我没有想倾斜 我只想梳理一下 你梳理什么 你梳理什么 我告诉你 你就是自私 你懦弱 你在逃避 你不想面对这些挫折跟困难 凭生命的人生 就不能有意外跟打击 就因为你是天才 因为你了不起 你那道事情 你可以伤害别人吗 我没有这么想 也没有伤害任何人 你伤害到我了 算算 你别动我 这件事情你从头到尾 都没有想跟我说过 直到现在你都没有跟我说过 你也不打算跟我说 你让我心里一点准备都没有 你让我在老林面前打脸 你跟我玩莫名其妙的消失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我是打算把事情解决之后 再跟你说 事情解决以后 如果事情没有解决清楚呢 你打算一直瞒着我 让我莫名其妙被冷落对吗 你要去新的公司 就马上去德国 去德国是我们两个 一起商量来做决定的 你凭什么一个人替我做决定 对不起 我告诉你 郭伟 作为男朋友 失败透明 作为医生 你可能还有救 你别忘记 你跟我说道话 你为什么想当医生 我最瞧不起你这种经验放弃的人 你放开我 把事情解决 千万再来找我 上车 你给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